高铁明明都亏损几万亿了 为何还要花大价钱修高价桥 直接在平地上铺铁轨 不是更省钱吗 众所周知 在世界范围内 中国的高铁技术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目前我国在运营高铁里程已达4.2万公里 位居全球第一 发达的高铁网络 极大的方便了民众的出行 在同样里程的情况下 坐高铁比坐大巴 火车等交通工具 大概能节省一半的时间 经常坐高铁的朋友应该会留意到 很多高铁路线都是在高架桥上穿行的 有的高铁路线经过山地沟壑 没办法一路平铺 使用高架桥来跨越峡谷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明明有的高铁路线 就从辽阔的大平原上穿过 却还是要架起桥梁 而不是在平地上铺设铁轨 比如金广铁路 穿过我国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时 大量使用高架桥 桥碎比例高达80% 大量修建高架桥 会使高铁的建设成本提高 毕竟高架桥的造价可不便宜 直接在平原上铺铁轨能节省成本 但中国却不这么做 一根桥墩100万 为什么高铁要大量建设高架桥 据了解 根据地面高度和地下深度的不同 一根高架桥桥墩的造价 在50至100万之间 建设一段高铁用的高架桥 怎么也得几百甚至上千根桥墩 再加上其他费用 高铁一公里造价基本上亿 拿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京广高铁举例 它大量使用了高架桥 一公里造价1.7亿 如果少用点高架桥 高铁途经平原的时候 直接在平地上铺轨道 可以少花很多钱 而我们不这么做的原因 主要是为了节约土地 中国人口有14亿 目前耕地面积 却仅有19.14亿亩 为了保证粮食供应 我国规定了18亿亩的耕地红线 想要守住这条红线 在基础建设过程中 就得避免大量占用耕地 如果在平原上 一路铺设高铁轨道的话 不可避免的要占用耕地 所以 我国在建设高铁的过程中 选择把铁路架起来 减少对土地的占用 而据统计 光是京广高铁这一条线路 就因为大量采用高架桥 节省了至少3万亩的土地 中国高铁放着平地不走 大量铺设高架桥 也是为了省市和安全 先说省市 高铁要是一路平铺过去 居民拆迁费 就是一笔大费用 而且还有可能遇到 居民不肯出让土地 导致工程进度被卡的情况 采用高架桥设计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征地纠纷 其次就是安全问题 高架桥 可以避免土地沉降 带来的安全隐患 一列16节车厢满载的高铁 重量足足有上千吨 每天有那么多高铁 行驶在轨道上 长期负重 很容易就会导致路基下陷 影响安全性 高架桥则可以有效 避免这种情况 因为高架桥的重量 主要由桥墩支撑 桥墩在平原上打地基的时候 多要求深入到沿基 基本没有地面下沉的风险 多花一点建设成本 就可以免去很多 不必要的征地纠纷 消除未来的安全隐患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 中国高铁即便是在平原上 也会大量采用高架桥设计 感谢观看